王傳賴清德情婦多打三名 堪稱政界李宗睿 以身為AI手法製作影片 搭配王傳賴清德有三名情婦 堪稱政壇李宗睿總統標題 放上臉書不打洋便利便粉專 三天就破六百讚 一百九十八次分享 調查局證實 都死刑 調查局資安工作站 研判又是境外勢力界選 自動化系統操作三層手法 先創建無法識別身分的人頭帳號 發布不實訊息貼文 再由境外勢力控制的 二十個以上粉專散布 透過大量人頭帳號分享 滲透到八十個以上臉書 涵蓋生活娛樂等不同類型的社群 很多短語音作為中共 對外的一個滲透的一個工具 成本很低 而他也可以採取乱槍打鳥的方式 作為相關訊息未養的一個判斷 調查局公布分析 就這麼剛好 臉書就有粉專 匿名貼文揭秘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言 日前去中國任務 指出12月3號在台北日式料理店 公民黨政策會幕僚爆料 夏立言是奉侯馬之命到中國 討論如何介入台灣選舉的戰略 包含緊扣戰爭貪污的帽子 給民進黨邊緣柯文哲 侯友宜才有辦法突危險審 還提到共產黨新戰喊話 由習近平文膽王滬寧負責 國民黨配合呼應 認知作戰現在才真正啟動 屢次被扭曲 被編造故事 與其去指摘中共界選 還不如請檢調及相關的數位發展部 把這些詐騙的訊息 認知作戰好好地調查 夏立言以民間交流為由 堅持在選前走一趟中國 來怒嗆別再抹紅 雖然中國認知作戰不斷 民眾只能多聽多看 在錯亂的訊息海中辨別正位 三十五零卡住我們選